9月8日 2018制组GQ一年一度的年度人物盛典在上海举行 黄紫娇、小S、蔡徐坤、白宇、赵薇、邓伦、安德拉贝比等众多明星嘉宾出席了这次活动 人气小鲜肉蔡徐坤一身黑色丝绒西装亮相红毯 这是她出道以来第一个个人红毯 优雅帅气的昆昆一出场就引来无数尖叫 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采访时她也表示 将在之后的盛典为大家带来Wait Wait Wait 通过震魂大火的白宇同样一身黑色西装登场 一领处的蝴蝶结装饰 与她最近的电视剧《生探》形象十分贴合 白书标志性的小胡子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书坦言留胡子是自己高中时候就有的习惯 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造型 相信大家最近都被香蜜骗了不少眼泪吧 旭凤邓伦一身蓝黑暗纹西装 低调优雅沉稳大气 在《我的真朋友》中与邓伦合作的安芝拉贝比 则是一身黑色长裙 简单明朗优美典雅 这次的盛典可谓巨星云集 俊男美女齐聚一堂 你最PK谁呢